4月27号是北京市高三学生返校复课第一天 上午8点,丰台第二中学的高三学生们佩戴口罩 在校门口间隔一米排队测温合格后,有序进入校园 首先我觉得就是心情非常激动 然后见到同学我觉得就是也是非常开心 大家都能一起进步 还是挺期待的,因为老宰家的话 确实也就是人的那个心情也会特别被拘束的那种感觉 然后回学校的话能跟老师和同学们在一起 就是肯定也会心情好 教室黑板也都写上了欢迎回家 各班围绕防疫主题举行了开学第一次班会 一段医护人员驰援武汉抗疫的视频 让同学们颇受感动 我就对一个那个视频里边 那个小孩在电视前叫叫爸爸的那个 我就特别特别的感触 因为我觉得就是那个父亲他就是舍小家 为大家去支援武汉 就为全国人民来那个守护 我觉得还挺感动的 其实能达到今天这样一个开学的结果 其实非常不容易的 背后有无数人在付出 然后也有一些人牺牲 我觉得应该真心地感谢他们 致敬他们 随后各班按教训安排开始上课 同学们都对宝贵的学习时间 有着自己的规划 跟同学在一起能 尤其是这个学习氛围我觉得非常重要 大家能一起就相互促进着学习进步 上课就能更加就是聚精会神 要学习效果要比在家好很多 我就打计划是在八点之前到校 然后这样能赶上学校安排的第一波早自习 然后晚上也可以晚点回家 在学校有晚自习就相当于就是一个弹性时间 然后回家里就是我也有一定相对的规划 大概就是每天九点半能睡觉 然后六点就能起床 我觉得这个是比较良好的一个作息时间 我是想考那个就是网络与新媒体专业 对我就特别特别感兴趣这个专业 想通过自己的努力高考可以考的那个心中想去的大学 为做好线上线下教学衔接 学校将进行摸底考试 及时掌握学生居家学习成果 并根据每个学生的不同情况制定学习方案 帮助他们尽快适应在校学习节奏 我们就是刚一复课这段时间 其实面临的一个最主要的任务 还就是线上线下这样的一个衔接 一般就是通过这样的一个知识的检测 就是比如我们在线上学习 复习的这种东西知识检测 来反馈一下看看大家共同的问题是什么样的 然后再给他进行一些弥补 像有的孩子我觉得就可以进行 这个一对一的这种当面这样的一个交流 要指引 大多数的像你比较自觉的又比较好的 那我们可能就跟着班就行了 根据防疫要求 学校食堂目前处于关闭状态 午餐改为送餐公司将午餐送至教室 并由班主任引导学生间隔一米按序取餐 分两间教室用餐 校长何世民介绍 为避免聚集 返校复课后高三年级十个班 每班占用一层楼 另外学校在日常消杀和应急情况处理等方面 也做了相应准备 每个班之间它有十分钟间隔 绝对不会出现密集的情况 早上在上孩子进来以前 先消一次读 中间在课间 就是孩子在离开的时候 就中午的时候我们消一次读 放学以后再消一次读 如果37度3以及以上的 我们马上要交个校医 来进行第二次测温 立个通知家长 在校门口有两个 叫留官室 外面有一个帐篷 里面有一间屋子 这样进行留官来处置 那孩子们有腹泻的 有发热等四种症状的 我们会再次的带孩子去隔离室 更换孩子的口罩 就是由原来的普通口罩 换N95的口罩 立即送医院 同时要追踪这个孩子 联系家长 如果出现了真正的 这种疑似等症状的 如果达到一定人数 时候停课 当天 丰台第二中学 248名高三学子全部返校 北京市254所学校 4.9万余名高三学子 重回校园 4.9万余名高三学子 4.9万余名高三学子